关鼓励我们再来说张子怡 张子怡现在是越来越接地气了 那之前的动辄就是国际路线好莱坞活动 可是现在的频频亮相电视节目喜怒哀乐行余色 在观众的心目当中 如今的张子怡是越来越生动 越来越有亲和力了 我觉得女人成熟了 这个心态和人生方向都会有些改变 虽然事业固然重要 但是最终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感的一定是家庭和感情 张子怡的改变我们清晰的可以感觉到 我自己的感受是 我的嫂子她这些年一直 她本来就是个演员 但是她也没有去工作 她就一直在照顾小孩 然后现在两个小孩都要 小的也都要上小学了 所以我觉得她很成功 作为一个母亲来说 不难听出 如今事业一帆风顺的张子怡 心中对婚姻和家庭的期待 不过自从去年7月份 张子怡和萨贝宁的恋情被曝光之后 虽曾也传出他们结婚的消息 但之后两人都予以否认 因此这两位究竟何时会步入婚姻殿堂 就令人十分的关注 我一直羡慕就是有孩子的女人 有孩子的家庭 我一直羡慕 我也渴望自己有 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那你现在是在计划中吗 憧憬着 文字 rainy日 your 证定 到了 17 2 4 5 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